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的小说剧《重生八龄,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清扬,君言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感谢您的收听 第784集 一点小事都要管 黑熊什么时候连大佬的骄傲都不要 成了替香港人跑腿的 陈希良没说得这么难听 意思就这意思 曹六呸了一声 让你去你就乖乖去 你这声六哥叫得不愧 上次你小舅子出钱请我去教训人 不是我曹六 这事你也脱不了关系 当然 曹六自己也怂 真要接了陈希良前任小舅子的钱 教训到夏小兰头上 曹六怕潘三哥来捏死他 可能潘三哥还没来 柯一雄先对他动手也说不定 提到林家人 陈希良脸色不太好 六哥 林家人是不争气 可是你们最近赢了他几万块 这也不太好吧 钱给林美娟是让林美娟养孩子的 这才多久 林美娟那十万可能被他弟哄去了一半 赌桌上全输给了曹六的人 陈希良的心也在低血 那可是他靠批发衣服 一件赚两三块慢慢散下来的 曹六半睁着眼睛 我又没叫你赌 陈老板不服气 你就从牌桌上把钱赢回去 陈希良凹得吐血 他是不可能碰赌的 当赌徒的没有好下场 赌就是骗 赌到最后只有庄家赢 不过曹六的话 倒让陈希良抓住一个重点 人是我送到派出所的 但是这事是夏小兰的家务事 可老大是不是真的要帮香港老 六哥 你也得考虑下 曹六一听到夏小兰这三个字 就脑袋疼 怎么又扯到他了 陈希良也不多说 反正他是为了保护刘芬 才和夏家人起冲突的 曹六让他仔细一形容 心里全是MMP的呐喊 就是那三个怂货 姓夏的 玉南人 原来世界是真的小 他们把夏小兰的亲戚 关了一个月 还是和夏小兰不对付的 这不是替夏小兰排有解难 而且三个怂货 为什么刚被蒸荣集团赎回去 马上又被送去看守所 曹六真的不想管 实在太蠢了 他指了指陈希良 我不管 你先去派出所削案 这事儿你的小身板扛不下来 曹六自己也扛不下来 回去就赶紧告诉柯一熊 是他叔叔一家人 夏小兰和这样的怂货 怎么可能出自一家 柯一熊也不愿意信 转而他自己又笑了 这世上总有很多意外 所以才好玩嘛 可惜啊 不能去表表公 唉 这件事情啊 所有人乱到肚子里 我们只是负责帮忙 把人熟出来的 别的什么事情都没干过 懂吗 曹六还以为柯一熊 怕夏小兰那边报复 哪里知道柯一熊想的是 不能让夏小兰知道 他的生意包括了拐卖人口 柯一熊有个直觉 夏小兰对混混身份无感 但知道他具体经营的业务 必然会十分厌恶 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柯一熊不想要这种厌恶 让陈希良去派出所削案 他想好好做生意 我们也想好好做生意 准备这么久了 我们必须和杜照辉交好 悬赏的赏金都不要 不就是想抓住 细水长流的财路吗 事情进行了大半 柯一熊不想中途而废 任何人都不行 这个任何人理 包括夏小兰 但可以改变下办事的方法 比如对陈希良客气些 陈希良没办法 柯老大的话 他还是得听 哪怕曹六骗了前小舅子几万块 骗的是陈希良的血汗钱 陈老板 还是得捏着鼻子认了 陈老板也想通了 骗就骗呗 等李美娟手里的钱花完 肯定要叫他再给钱 给钱也行啊 让李美娟把儿子还来 陈希良自己没时间带 他爸妈可想念大孙子呢 反正时间也拖足了 刘芬和李凤梅可能都上了火车 陈希良慢吞吞 去派出所销案 公安把他和阿华叫到一起 让他和阿华自己协商 阿华也没狂妄 没像夏大军那样 当了香港老板的保镖 就瞧不起陈希良这样的个体户 能干个体户的人 脑子都聪明 没脑子 只能给人当保镖 阿华态度还是很谦虚有理的 陈老板啊 我们公司的员工 给您添麻烦了 如果你店里有什么损失 我们是愿意承担的 阿华事前也问过夏大军 除了在陈希良店里撒泼 没在店里打坏东西 说是赔偿 其实是让陈希良出口气 阿华把一个信封放在桌上 里面装了两千块钱 这钱不是公司出的 是扣的夏大军工资 无规矩不成方圆 夏大军惹出来的祸 凭什么叫公司出钱 杜兆辉当然能自己替夏大军出钱 但大少爷匆匆忙忙 离开特区 好像忘了交代 阿华就让夏大军自己出这钱 夏大军都要憋屈死了 他认为刘芬和陈希良 有不正当关系 为了放下红兵三人出看守所 还得给肩肤钱 陈希良把人送到派出所 还白拿了两千块 这钱是他赚得最轻松的 怪不得不务正业 当混混的人那么多 钱来得可真快 陈希良和夏大军和解了 说到放人 派出所好像又有了新说法 让园吉补办好身份介绍信 要不还是按盲流处理 盲流是要遣返的 家属自己考虑 要不你回园吉去代办 要不让他们自己回园吉去办 说介绍信掉了 还有补办成功的机会 要让夏红兵三人 被洋城派出所遣返 又怎么可能再办理介绍信出来 阿华把夏大军扯到一边 你究竟得罪了什么人啊 夏大军没说话 刘芬真的那么狠 他自己和这个搞服装的 不清不楚 要了钱的赔偿 还要折腾夏家人 刘芬不是汤洪恩的对手 到火车站 还是想往开车去送的 汤洪恩把人送上火车 也没在洋城多逗留 他没有和夏大军见面的打算 见了面说什么 汤洪恩也怕和笨蛋沟通 不管你说什么 笨蛋都有自己的理论 见识决定了思维 汤洪恩更喜欢用行动来表态 他不和夏大军废话 一切按法规来 让夏大军多去跑跑腿 碰碰壁 就能醒醒脑子了 给杜兆辉当保镖 脑子没变聪明 还学了一堆臭毛病 自以为是听不懂人话 离婚就是法律上解除了夫妻关系 别说刘芬还没找对象 就算真找了 轮得上夏大军馆 不懂法 就通过这次的事 好好去学学法